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经过很多观众的建议 拼拼凑凑之后就变成了这个标题了 我还自己画了一个logo 那上礼拜我去拜访野生导演的导 受到非常广大的回响 点阅率可以说是我所有动森影片里面冲最快的一支 在这支影片推出后 投稿数也激增了 我的IG现在有超多的投稿稿件 但我目前一个礼拜只能做一支防导影片 所以请各位再等等 我会找时间回复讯息的 那今天算是系列的第二集 今天要拜访的导主 他名字叫做小倩 他说他从红白鸡玩到现在的Switch 那他在这次的欺民廉价的时候 没事宰了动森来玩 一晚又迷上了 那他喜欢的动物是温蒂雪花亨利 那上次的导演是狮子派的 这次的是羊派的 那岛上他的摆设注重功能性 动线设计都是为了方便让动物居民们活动 那我们就马上出发前往去查看一下是怎样的岛吧 即将到达Kiwi岛 我看到玩具熊 雪花 这边是广场 有个喷水池 看到主人了 嗨 你好 今天呢 我也有准备礼物喔 放在这里 一样是阿姨的海报啦 请拿礼物 好 那这次呢 我就先 欸 又来 我要先拆开一下看一下这次里面是什么 哇 珍珠 这很贵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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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 喔 迎宾喷水池 有做一个迎宾室 用这个婚礼的拱门还蛮好看的 还蛮适合就是当门面喔 那我比较在意的是它这个广场周围的花草 然后它有配合一些花园灯啊 还有一些昆虫的模型喔 旁边是餐厅 喔 餐厅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到旁边这个 欸 这个桌巾是怎么一回事 太高级了吧 LV的桌巾 这真的只有女生才想得出来 那这边呢 算是餐厅的櫃台 我想说这边是等候区喔 嗯 这里怎么有一种 好乐底自助吧的感觉 喔 喔 欸 这个泳池很好看耶 这个我超喜欢的 哇 还可以躺在上面 如果岛上的动物躺在这上面的话 一定拍照拍得很开心喔 我也要来拍一下 海边办公室 这里还蛮特别的喔 它用那个书架 做一个围墙 那我自己是蛮喜欢它电脑桌 前面的椅子的摆法 它不是面对桌子的 而是面对旁边 这样我们才可以坐上这个椅子 那没有人坐的时候 它看起来就是刚离开座位的样子 咖啡厅 我发现它的整个岛 都很平面喔 它就是没有做太多的山壁 几乎都只有一层喔 桌上为什么有这个草莓蛋糕 嗯 这是在哪里拿的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入手过 这里 反骨的画 有一些星星 跟月亮的椅子 星月椅 这边景色还不错 画画区 原来是写生区啊 这边晚上应该是会蛮漂亮的喔 我再跟他要一下晚上的照片 这里是电动厂 这里是电动厂 这个电动区 哈哈哈 该怎么说 很符合 呃 我们这个年代 哈哈哈 对 因为脱高者说他是从红白鸡开始玩的嘛 所以呢 应该是同个年代的吧 哈哈哈 但我们以前的游乐场 就真的是 差不多就长这样子喔 很怀旧 这里很怀旧 欸 等一下 这个 这个不是遗失物吗 哈哈哈 欸 遗失物可以拿来做装饰了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哈哈哈 哈哈哈 有人试过吗 这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他说这里有一个小造景喔 这里这样看起来风景就很漂亮 这里 这里是博物馆 他放了好多旅游 周游列国拿回来的一些礼物 哦 往这边走 好 跟着上去 哦 这边也都是一些旅游拿回来的东西哦 各色草群女郎 哦 他这个树 树旁边用这个婚礼的那个栅栏围起来哦 真的是有一堆旅游送的东西哦 哦他旁边这边 矮树丛中间呢 都有一些那个地灯 他说下面是钓鱼区 嗯 他这边放这些地灯晚上应该会很好看 哈哈哈 真的啊 全部都是旅游送的东西 那在这边看起来像是进入住宅区了 哦 好的 那我一样先来看一下他岛上有住谁哦 哦 查查丸捷克 嗯 也是都是我岛上没有的动物哦 上面住宅区下面彩虹花园 彩虹花园 我来看一下 哦 这有一种即逝感 这跟我岛上的那一大片红花的花园 看起来是很像哦 嗯 那这里有一个池塘 那他池塘旁边有一些荷叶 然后再搭上杂草 超好看的啊 这杂草配上这个荷叶 这个池塘超好看的 好那再继续往下走 这边有一个白色的步道 那这边到了狸猫商店 那他门口也放了一只狸猫 诶 等一下 那个板凳上面放的 那个是不是遗失物啊 你怎么又拿别人的遗失物来当装饰 不好吧 这里是海鲜滩吗 Sifu 诶 等一下我按错了 我是要按拍照 海产滩 嗯 嗯 嗯 因为 呃 我本人对海鲜过敏哦 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全部都是过敏原 哈哈哈 小型演奏会 雪花在旁边哦 雪花穿那个西瓜服还蛮好笑的 这里 这个是风信子灯 那它地板有用爱心 这样算是一个四叶草的形状吧 小花店 它这边放了很多用花做的家具 那这边拍照起来应该也是蛮好看的吧 我来拍一下哦 嗯 调整一下 那刚才的景点左边是冰店 这里有刹冰 那 呃 看起来像是刹冰店 可是桌上放的是冰棒哦 没关系都是冰 然后招牌是放着双麒麟冰淇淋 这是什么冰堆我在卖 户外小教室 同学们上课咯 大家桌上放着纸粘土水彩用具 所以应该是上美劳课对吧 来拍个照 上面是健身房 下面是篮球场 哦 雪花同学你迟到咯 赶快就坐 然后我们下课要去玩了 哇 离教室这么近的篮球场 郭忠生一定超开心的 可以打整整十分钟的下课时间哦 球场下面这里有厕所哦 哦 然后再过来这边是沙滩区 它的沙滩上面放了很多那个 贝壳的装饰品 然后都是粉红色的哦 看起来很梦幻 哇 我喜欢这个 这边晚上应该很有feel 很适合玩个大风吹之类的 这里小公园 大家都很爱做一个公园 我也是 我也有做一个 那这边呢 这样往上看天空超级好看的 很美 这是都没有做山崖的人才可以享受到的天空 哦 这边有矿石区 诶 等一下他有做这个 挖化石的地方 就是他把岛上其他地板都铺过东西了 所以呢 化石只会从这边长出来 就是方便采集 来到录音区啦 哇 那个斧头摆这样很酷耶 这个无尾熊 他叫什么 墨儿 你好 初次见面 我只记得这只无尾熊 好像出现在KK哪一张专辑单封面 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这里突然变日式风格了 日式庭院 好 跟着进去看一下 这边是夏棋的地方 看来是很适合老人的活动中心 哦 等一下 他的沙滩那边放了一些金银财宝 可是放这里 安全吗 这里不是会有一只狐狸 会出没在这里 旁边这里有一个三层瀑布的地形 杰克 你好 我还没找到的杰克 来看一下哦 它上面还有放一个月亮 景光瀑布 在他旁边都种了一些 呃...不太好生长的蓝色玫瑰 我突然觉得 我应该晚上来防岛比较对 因为我觉得岛上很多设计 都是晚上看起来会比较好看的 好的 又回到住宅区啦 哇 这个楼梯 我觉得它的住宅区的配置跟我的很像 可是呢 我觉得它好看很多欸 该怎么说 就多了一些... 人味 羊角看很有都市感 哦 真的欸 很好看很好看 我觉得那些电线感就是大助攻 好看吗 来 我来拍个照哦 好看 每个居民家外面都有装饰 哦 它这边还有另外一排的楼梯耶 这样功能性好像比我家的还要好 亨利的家 我亨利是那只青蛙 好 没关系 岛民最后我再来拜访一下 欸 这里有点乱哦 这是住谁啊 怎么这么乱 张丸丸的家 张丸丸 那个摆地摊的张丸丸 因为我岛上也曾经有收留过她一段时间哦 嗯 这是谁的家 梅利诺的家 哦 应该是她岛上那只黄色的羊 我再来确认一下 嗯 玩具小 哦 它家也有毛海儿洗衣店 欸 很多羊耶 不愧是羊派的 悬崖咖啡厅 那这个呢就是放在住宅区旁边 供居民休息的一个地方吧 这个是街头钢琴 那后面还有烤肉烤吐司的一些东西哦 用餐区 居民的用餐区哦 好 接下来要进入这间房子啦 一楼就是停车场 这让我想到法兰克的房子哦 这是2P的房子 哈哈哈 它四周都放了一些鱼拓哦 还有一些 嗯 都是跟鱼有关的东西哦 请自由参观 好 那我就自己乱晃一下咯 房子左边这边算是野餐区 放了一堆便当的东西哦 哦 原来复活节蛋的那个篮子 哈哈 可以这样用 那这壁纸我还蛮喜欢的哦 好看 它的云还会自己飘哦 右边这间放了两个雕像 看起来就是 绘画创作的地方哦 配上这个地毯 很有那种 埋头苦干的艺术家感哦 上面这间 嗯 都是婚礼的家具哦 盘子 结婚后喜悦翻倍悲伤减半 生活费会变成4倍 嗯 建造呢在劝我们不要乱结婚哦 哈哈哈 楼上 哇 这是摔角擂台 它在这边有放那个钟 你们知道吗 敲这个钟 就会有欢呼声哦 就只有这个背景 跟这个钟 会有这样的效果哦 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们家里也有这个背景 跟那个全集钟的话 好 再来是地下室啦 哈哈 你们看 就是大家都喜欢把地下室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们跟那个岛上居民 动物居民在讲话的时候 他们都在问我们地下室是不是 都拿来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看这就是个例子哦 哈哈哈哈 虽然我自己的地下室也是啦 再来是它一批的家 好 我也进去看一下哦 嗯 大家都很爱KKDiscord 去到哪都会听到有人拿着首歌当背景音乐哦 这个房子比较生活化 看得出来 它桌上那个狗狗的 那算是坐垫还是抱枕啊 还蛮可爱的 那该不会是妈妈系列了吧 这边是卫浴设备哦 看起来是以白色的卫浴设备为主 那我自己也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是搭夜景墙这个壁纸 还蛮适合的 因为我自己也做过 自带三温暖 它这个地板是用那个云层地板 然后再用我的设计去铺这些木板上去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再来这边是厨房 这里应该是厨房吧 厨房 餐厅 这一只螃蟹 这只新的 海底捞的 这只我还没拿到欸 还没捞到过 我只有捞到小只的 蓝色的那个 哦 它这边墙上有很多照片 软糖 鲜鲜 然后那只黑色的嘛 忘记叫什么名字 然后茶壶大象 哇好多 有耳光欸 是拿到照片的居民了 可是我刚才看你的居民 没有耳光 没有屎培啊 没有阿波罗 也没有茵茵 也没有莫尼卡 就是说他们已经全部都牺牲了的意思吗 你怎么舍得放耳光走啊 这边进来变成放KK偶像了 这边看起来就很一般的房间 哦 我的卧房 嗯 我觉得他应该是参考自己的房间来摆设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 真实的一个女生房间里面会有的样子 还是这是我的刻板印象呢 上面这边呢就是很日式的房间 冷气 我觉得它冷气放的位置都很好 日式客厅 这里是宠物区 然后它放了暖炉 这里又一个暖炉 然后还有暖桌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怕…怕冷 再来是地下室 哇 这些全部都是海盗旅游给的东西吧 超酷的 海盗保障房 喔 这个地板好棒喔 原来海盗的地毯是长这样子 一个藏宝图的地毯 好酷喔 然后它那个蜘蛛网 墙上的蜘蛛网 上次补充大会的 放在这边还蛮搭的 哇 这个宝藏箱 好看 嗯 这个房间我蛮喜欢的 给它拍个手 棒棒 景点就这些 谢谢无界来我岛 我才要感谢各位的投稿 大感谢 那再来呢 我要找她说的 她最喜欢的三位岛民 跟他们讲一下话 那雪花刚才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先来找一下这个Wendy啦 Wendy你好 我上次直播也有遇到Wendy 她长得就是很好吃的样子 哈哈哈哈 她整个头就是一个汉堡 亨利 青蛙亨利 原来是自恋系的 她的房子很好看耶 超级有品味的 好啦 那我的访问就到这边啦 那我将现场交回给摄影棚喔 感谢这次投稿的观众小倩 那我自己呢 很喜欢她的那个游泳池 还有她的住宅区的那个阶梯喔 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区呢 投稿真见还在持续中喔 想要投稿的人呢 记得加我们的IG 以私讯方式传送五张你们岛上的景点 如果是13岁以下的小朋友投稿的话呢 可以特别注明一下 我们会开设一个小朋友投稿的专属单元 来跟大家分享 等大家的投稿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囉 掰掰 拜拜